欢迎各位参加的内部会的毕竟机长会议 让各位有没有请传 父徒 我很关心那个邵齐伟 他那个事件前后 他就说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 那个很重的一句话 那我们后来 那个观光局局长赖瑟珍就 回应说他没有听到话说说他没有说 然后邵齐伟第二次出来表态说 这句话是句行话 就是说邵齐伟的行话 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这整个一个 我疑问是一个整个事件的经过 他到底有没有说 第二个他说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是对我们的警告吗 还是对我们什么意思 他说这种话 现场如何 我想这个观光局或江湖都已经做说明了 我想这部分我们如果因为 没有人在那样子的场景上 所以我们完全不针对这个现场的部分来说明 那第二个我想 就我们旅游 我想我们从很小的时候 听到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希望快快乐乐乐出门 平平安逸回家 我想这个是任何旅游 最主要的目的 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 因此不管他是 哪边来的旅游 我想就 我们本身来讲 观光景点以及所有的旅游行程上 我想我们都必须 要建置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旅游环境 所以对我们自己国人的责任 我想也如此 对外国或者从大陆来的观光客 也都一样的责任 没有因为他是从来而做了任何一个区隔 所以我想这部分 事件的发生 当然我们绝对 希望它不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了 那就是我们必然要去检视 能够找出 建置最好的 最安全的一个旅游品质 最好的一个区点 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就政府机关来讲 随时都是它的责任 意外的发生 那是真的是不幸的一个角度 去检视它 但是平常即使没有意外发生 我相信所有的 全的机关它必然要去维护 就是产生最好的利游品质 跟它的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即使去看 林务吉他对小火车 他的说明 他其实也很清楚的说明说 他小火车 每次要开航之前 他都一定派人要先走一趟 那目的是什么 其实也就是一个平安 希望能达到平安的效果 我想这个 我了解的就是 大家对于平安的要求 绝对不打折扣 但是意外发生了 大家对这样子的要求 觉得会更苛 而且更严 我想这个是 政府体制绝对要承认 而且要面对的 所以在这个宣示之后呢 行政部门呢 其实就去有一个小组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纯洁包机 所以94年初就开始跟 特別是航空工会这部分 来做后续一些规划 那么才会有 2005年春节 春节包机的奥模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 这是第一个说它的背景 第二个呢就是 这样子的模式其实是个暗示 也就是说 因为它是 这次呢 是透过台北市的航空同样工会 它也只能谈包机 所以你如果另外一个议题 它就换另外一个 可能另外一个工会 所以你看那时候 谈第一类的观光课的时候 就是要成立台领会 所以它不可能再利用 同样这样子的 台北市航空同样工会的保持来处理 所以它这样子的模式 其实都是个暗示 跟现在制度型的协商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不仅是制度的协商 而且也是机制对机制 你们现在看到就是 或者是协商也好 或者是业务沟通也好 哪一个不是官员上桌 而且是业务的官员上桌 那当时像这个呢 团长是民间团体 团长 我们现在金额会 我们的次长跟地方的副部长 所以这种情绪是这样 其实如果说你现在不要现在的制度化协商 要回到用澳门模式 我们就是倒退走 就是有倒退 你要一个制度的东西 才是一个建构一个两岸更平稳的一个平台 反而你现在是用选择个案的方式吗 不对吧 所以我想我的部分 我现在说明说 其实它有那样子的背景 它的背景里面就是来自于陈总统在93年的国庆谈话 他讲的就是这样子 他说两岸可以以九二香港会谈为基础 寻求税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 来作为进一步推动协商谈判的准备 所以才会开始去做这样子的规划 最后才有澳门所谈的这个 暴击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出来 所以他真的是个案子 他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协商 他不是 现在我们的制度化协商 什么议题都会进来 什么议题都会进来 平台里面它的模式 以及它这些跟立法院的互动 现在你看到就是我们 透过这个制度化协商 依照两岸条例规定都送立法院了 当时的暴击模式没有这一段 后半战是没有的 反而更不透明也没有夥回监督 也没有夥回监督 所以我想这部分 大家应该就从这边了解 看到就是 其实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商 其实才是真正能够为了 亚安关系做出更平稳 而且它是透明的 一个这样子的协商平台 OK 谢谢